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你這個事情沒有告知民眾 你就拿去用 然後被人家發現 被人家踢爆 被人家投訴之後 你的態度應該是什麼 你說認錯 然後趕快通知這些人 爭取他們的同意等等 這才是一個正確的一個做法 如果說你有一點法律知識 有一點版權知識 你在政府部門服務 你是公僕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這樣做 但他現在告訴大家 當然文周周的語言 翻譯成白話文 就是說我拿太多了 你要我打電話我怎麼通知 太多了 我沒有辦法通知了 你不要 你不要你告訴我 你又沒有說你不要 所以我就可以拿去用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這不強盜嗎 民將本來就是強盜 而且指揮中心的權力 已經確實是獨裁怪獸 因為在去年所通過的 那個疫情防治相關的法案 就授予了指揮中心 極大的權力 讓他可以幾乎 胡作非為違反大多數的法律 也不用任何的法律保留 也沒有什麼明確性原則 他愛咋幹就咋幹 但這件事情我好奇的是 做這要幹嘛 他要調查從4月25到7月3號 就是幾乎就是警戒時期 有去捐血人的 這個血液當中有沒有抗體 第一個 那個時候就是疫情 比較嚴重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那個時候 很少有人去捐血 第二個就如果你是確診者 你在那個時候 應該也不會去捐血 沒有人發現自己確診了 還去捐血 也不會讓你捐 對吧 那麼再來 如果是已經確診的人 他有沒有在確診前去捐血 你這應該是直接問一下 現在的確診者 你們過去有沒有捐血的紀錄 好 這如果第一波 這個都已經確認沒問題的話 就已經確診者 他沒有任何的捐血紀錄 那麼你現在調查的這些 如果查到有抗體 那就是什麼 黑數 那就是當時存在於疫情 沒有被驗到的黑數 然後這個黑數還去捐血 然後這個血還被你發現了 當時有這麼多的黑數 就你做這個是要幹嘛 那起不過就是告訴大家說 沒錯 我們當時疫情很失敗 所以最後調查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肯定是 我們疫情都控制得很好 所以查下來之後 也沒什麼事情 如果查出來發現 很多人都有抗體 那件事情才真的可怕 那表示黑數錢藏至今